你知不知道毛总是我们多大的客户啊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做呢 我是叫你在工作上提高你的位置 也是努力工作 我并没有叫你去欺骗客户 对不起 叶总 你对我这么信任 我让你失望了 小王 你搞清楚 现在不是失望跟不失望的问题 是我们差点丢掉这个大客户 叶总 我真的跟市场部打过报告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 我会调查这件事情 这是公司给你的警告信 幸亏这个单子最后给小盘保住了 不然的话你现在收到的 可就是辞退信了 你明白吗 出去工作 我丢张单子无所谓 你害他差点丢了工作 人家刚刚收到公司的警告信 赶紧安抚他一下 赶紧安抚他一下 别把咱俩事逗出来 别把咱俩事逗出来 你 混蛋了你 理性一点 为了你我愿意当混蛋 过来 过来 公司餐厅人多 咱俩出去吃吧 我请客 我想回家休息 有点不舒服 你请假了 那我送走你 不用了 我走了 嗯 如果你是想 为了汪韩的事跟我吵架 那 能不能等我泡完澡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觉着这水要凉了 乖可惜的 老婆 我 这 我们都把这个 这是汪韩提交的 折扣方案副本 她确实给市场部 提交过折扣方案 但是一直没核准下来 有件事很奇怪啊 汪涵提前两周 就提交了这个折扣方案 而且住民应急 可是市场部总监 昨天才通过审核 这个时候 潘云已经签下了核 汪涵的折扣方案 批下来也没意义了 看来是赵小亮在拖延时间 不许 如果没有赵小亮的帮忙 很可能潘云他拿不下订单 显然他们是在打配合 他们一起陷害了汪涵 你看 有报告为证 赵小亮是我找进来的 马上就安排董事们 跟他见面了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到底赵小亮什么情况 董事们对赵小亮的方案 这帮人有怀疑 我们不能够出差错 万一 搞出我们事先 不知道的状况 就会好被动 余总 接吧 你 喂 余总 晓潘安 一会儿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行不行 你还在公司吗 我下班了 这样 没事 您说吧 什么事 这样 我们一起吃个饭 边吃边讲 地址马上发给您 行 好 那我等你短信 再见 怎么了 你总要请我吃饭 你们两个有那么熟吗 我总不好拒绝 我老板请我吃饭的要求吧 淼淼还想跟你来一场 温馨的烛光晚餐呢 哟 还有情绪了 当然了 让人结胡啊 宇总 你点菜需要再从位一边吗 不用了 谢谢 给你提了 梁静他交头给我 其实是因为他控制不住他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 来照顾他 所以您觉得赵小亮是个可靠的男人 是啊 你不觉得 您不觉得他有点狂躁吗 您不觉得他有点狂躁吗 其实是这样的 是梁依看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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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一个人喝酒都没意思啊 请我喝一杯 乌员 给他来一杯柠檬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风度 喝酒 喝酒 我这人一贯如此 尤其是面对一个喝多了的醉鬼 我更是特别历死 梁依给闹了好不好 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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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那个 买单 谢谢余总 那就拜托你了 您放心 拜托你 再见 麻烦你送一下 这个看好了啊 我把钥匙放在这儿了 不是 里边是你房间吗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呢 先在沙发上躺会儿 醒一醒啊 醒一醒 我先待会儿你随便看啊 随便看 你这画框里的冷酸铃 和上面那颗大碗牙 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你这画框里的冷酸铃 你说这些啊 那个 牙膏 牙 吉他 帽子 猴姬 狗猪 这些都是我前任的吉他 纪念品 都是一个人的吗 一位前任 一件纪念品 看不出你岁数不大 但还真是战功显赫啊 我说什么呢 我是单身 你不信你回去 我去看啊 慢 慢 慢点 慢点 你这个人都太能操呀 好吗 好吗 怎么那么晚才会儿的 你别抱她当咱的 这是我的闺蜜 大小 好可道 她交给你了 你慢慢聊吧 别走 我们还没聊完呢 她谁啊 同事啊 你好像很喜欢她 管得着吗 大叔一个 晚安 不懂 哪儿呢 你怎么来了 帮我填一下答案 这是什么呀 你不是跟她好哥们吗 帮个帮 梁亦 你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也找到了你的申请报告 你确实没有什么过失 但是 你跟赵小亮有什么过节吗 没有啊 那就奇怪了 那为什么潘云拿到订单之后 赵总裁正式提交你的报告呢 整整迟了两天 不可能 我见毛总当天预交报告了 你的申请报告的副本都在这儿了 拿去看吧 到底赵总跟潘云有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故意帮潘云这样做的 他俩 我 我 我不太清楚 叶总 你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这俩合伙骗人 两口子太欺负人了 小点事 在公司那儿 你听见多不好啊 有这么磕自己朋友的吗 不是 那你这样你消消气 啊 新水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误会 你还帮他说话 事实很明显了 我把他当最好的朋友 他把我当傻瓜了 为了升职抢我单子不说 还让他老公设局陷害我 我要是丢了工作 房贷还不起了 咱们的房子又会被收了 那咱俩直接去死好了 他想让咱俩家破人亡啊 你知道吗 别别别 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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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赵小亮他太不仗义了 什么着 哪天我说他 说他管什么用 咱俩就应该直接去 把他们隐婚的事说出去 没错 是该给这对自私自利的 强奸夫一点教训 现在就去 真去啊 要不 老爸这样 我们私底下说他一顿 行不行 实在没有我私底下打他一顿 你是不是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呀 但是我想啊 你想我一个男人 在公司里八卦 一定会让人有损形象的 而且我们俩都 你不去我去 不是 我陪你快点去 等了吗 不 不 不 我陪你 来 来 叶总 我有事情要向您报告 我需要离开 不需要 王涵你可以挑时间和地点 我就现在说 小亮 我可能得说一点 关于你的事 我要不说的话 心里太憋屈了 那个 王涵 闭嘴 关于我的事情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平静有线好吗 王涵 我们是朋友 是一辈子的朋友 对吗 是一辈子的朋友 朋友之间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都不用说对不起 如果你心里有委屈 你也总在这儿 把委屈说出来 作为朋友 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受一些 如果你心里有委屈 如果你心里有委屈 把委屈说出来 把委屈说出来 作为朋友 我 我 叶总 我跟赵小亮其实是好朋友 我一直都没说 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瞒呢 我听说业绩 这次跟大局经理的职务是挂钩的 所以我就动了心思 我一直经济压力挺大的 你说实话 所以我就跟小亮有一个 私下的协议 他答应我给我的折扣 比公司其他人都要大 他也 他也做到了 挺仗义的 所以我 我 我也不能怪他 我不能怪他 把我的单子给压下来了 最后给潘云了 他 其实 其实他跟潘云 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那事办得挺不对的 小亮 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有这种要求了 我觉得这事挺不光彩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有这种要求了 那一个 那一个 我做得挺不对的 医生 对不起啊 打打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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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说的吗 我跟你说啊 你实在对不住 我不是那意思 刚才你们俩想说的秘密有事 就是你跟潘云那点事 你别多想啊 他就是一时冲动 你说露露 你连我都不信 我跟你说 是叶昭君跟陈雄奇 俩人帮他把抵当给翻了 这不太春帮吗 汪涵对我有埋怨 有情绪 我都能理解 但这事跟潘云没关系 潘云那一直跟我说 说小亮啊你做事呢 得一碗水端平 得对汪涵好点 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伤到潘云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不管是你还是汪涵 只要暴露了 我跟潘云的关系 你们就算是把他给坑了 回去以后呢 跟汪涵好好说说 把这思想工作给他做顺利 那我欠他的我 我一定从别的地方还给他 相信我 知道了 余总 让我把一个朋友的女儿 介绍给你 好啊 表情是哪 跟潘云涵 索狠 就我觉得有充分了 你要把他给他 他把他们的败 你怎么发生了 如果你不能发生了 快来 快来 汪涵跳楼了 快点 快点 那个 汪涵要跳楼 你能不能先稳住他 我们这就过来 不 不 不 谁让你叫他们过来的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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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走快 走快 汪涵 你疯了吧你 你帮你老婆给你帮人帮忙 我管得了吗 我告诉你 汪涵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朋友 要死也是让最好的死歪 你跳 我也跳 真的 真 不怪你们 我还不去房贷了 房子要被一块手走了 我日子没法管了 汪涵 我今天就是来 父亲请罪来的 你要不下来 咱俩坐下来好好聊行吗 我不得 没什么跟着呢 你往外看看 咱们这样跳下去 死相很难看的 你要不换个好客人的死法 行不行啊 王涵 这好像都吓你了 你睫毛包都哭发了 好 好 好 你 不好看 这在找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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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快吓了吧 要我吓你了 补补妆再跳 对 男孩快快把她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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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公司都迟购 我换房贷了 要是没有天下只能喝新北风了 我现在生了鸡血 没什么能够放了 你要是再还没了房贷 那银行就得把房子给周回去拍卖 那还不如我们自己把房子卖得划算呢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呢 也找不着合适的买家呀 这不 说说就急了 非要跳楼 这有什么呀 大不了这房子我们接了 对不对 嗯 啊 什么呀 赶紧起来 把你老婆扶到 卫生间去洗洗 浑身都是汗 房子的事啊 一块我们谈 快点 你 真打算把这房子接了 怎么了 三万一平米 我们俩工资共得起啊 可你给人开的价钱 比这实际楼价高出去十万啊 你都问过了 我问了这儿的中介 老婆 咱俩再商量商量呗啊 能不能你把这一单的提成返给汪涵 咱们这事就算了 你干的坏事 掏我的药包买原谅 是坏事是我干 可提成是你拿的呀 咱们俩是一家人 你说这话有点见卖 接下他们房子吧 我还要跟汪涵竞争 还要给他下刀子 我要一劳永逸地 买下汪涵的原谅 那潘云你心够狠的呀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明着下刀子 所以我不用买原谅 你呀 肉送到你嘴里 就算把牙给拽掉了 你都不带松口的 可是自个儿姐们儿肚子饿了 你可以卷下自己大腿根儿的肉 给人喂一肚歪 你懂我吗 那叫活该 喂 喂 妈 你吃中饭了吗 什么事 快说 我在植物业录节目呢 没事 就是想你了 那好 我知道了 我挂了啊 别别别 我想买房 好啊 我同意 买吧 没钱 没钱买什么房 以我跟小亮的工资 月供是够还的 就是缺首付三十万 你看 我们会付利息的 我当年一个人 带你的时候 我问人借过钱吗 没有吧 好 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早聊到这种结果 那你还跟我 打电话干吗 我这么多年求过你嘛 以前没求过 现在也不需要 我告诉你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一旦你开始依赖别人 就等于放弃自己 知道吗 行 行 这一趟 你留节目上说去 我也没想跟你说啊 潘云 妈来了 妈 娜娜来了 携程有一折的票 我就来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早就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突然要买房了 没 没 没出什么事 没事 没事 都挺好的 就是没钱 小亮 我女儿也嫁给你了 你考虑一下 补办个婚礼吧 上海 北京都办一下 不办 这事才商量 办不办 随你 你考虑一下 上海 北京都办一下 妈 你就是拎着这一兜的钱 上海 北京 自己带来免手续费 利息就按银行五年定存的算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可以呀 赵小亮 麻烦你跟我妈说 大老远的赶来 辛苦了 我谢谢她 真心的 小亮 你也跟我那宝贝女儿说 谁让我是她亲爱的 亲妈呢 不客气 以后呀 我们也不用吵了 你就给我们转述吧 那废物理用 你这孩子 你还不信我了 不是 那个妈咱俩出口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这人特实的 就眼前这个形势吧 我认为有两件事 就是必须要做的 一是点钱 二是 打欠条 纸笔 她也没人懂我 妈 赵小亮 快起床了 小亮 快点 小亮 快点 你帮忙啊 我妈走了 我得去机场送她 我说你到了机场了 飞机早上停了 得跟那儿假文英 你清醒一点 那儿你赵母娘 给你备了好几十万的人 迷幣呢 你弄到位子呢 你弄到位子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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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先生 您恐怕有收莓结账吧 哦 对对对 这个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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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让一下 春秋航班八号九号这边 谢谢啊 麻烦您 那个 您好 早上八点到九点 去上海的只有一个航班吗 不是 有很多航班 详细的航班号请到那边查询 好 谢谢 喂 对 我在火车站 对 骗你的 我不坐飞机 我坐高铁 妈 那能搁那样子了 你干吗一定要偷偷摸摸的 害得我差点 我都快急死了我 你是在大巴上吗 这么安静 没有 你高叔叔送我 等一下啊 高叔叔跟你说 滚人啊 风加大了 听不见啊 行 那谢谢高叔叔啊 再见 我跟那人分手了 我跟那人分手了 我怀孕了 公养记忆能怀日吗 我是火星人 对不起 这么宽的通道 你都能撞到我身上来 你是不是想到平衡有问题啊 不是 我是故意的 这个送给你 高炉战绩 什么意思 没意思 这两个成熟我给你 这两个给我 连听过都给别急 是不是 你也给你慢点 等会儿吧 赵总 喝茶啊 说实话 我一直很佩服你 可我这人名声不太好 江湖传言我做事不择手段 不 你这么年轻 就已经锋芒毕露 江湖上占有一席之地 说真的这很不容易 你说像我这样的 没你的本事也没你的魄力 也就混在人堆里讨生活 哪还有时间和精力 来分辨手段的 好坏啊 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我摸爬滚打这么些年 会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别人一夸我 我就先反问自己 他想干嘛 晓亮 赵总 晓亮 不方便 不方便 你再考虑考虑啊 我觉得陈雄奇很关注你家老公 不知道他在憋什么坏的 老陈 坐吧 我再说 好好好 小梁 我在你的老朋友那儿知道 你在这儿有个女朋友 好几年了也是做销售的 真的 老朋友 这白领都很八卦的 我正好加入一个群 群里有些你过去的同事 他们说起你每个月都会出差来看女朋友的 有一次还带他去过北京 有人还见过他 接着说 那然后我就问他们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他们说有 反正无聊嘛 我就让他们发回来看看 结果我一看 就是我们公司的潘云嘛 赵总 真是他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 这小潘真是你女朋友 咱们之间说话 不那么小声 可以敞亮一点吗 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 不是来这儿当特工的 是是是 赵总 你知道 那我的心 跟你是很近的 所以您平时要多照顾我呀 我呢 提前吃了一批新品 咱们没有优惠症子很难发掉啊 这压在我手里快一个月了 物流和库房都给我压力啊 你威胁我 赵总 赵总 你这是干嘛呀 赵总 小燕 咱们好好说 小燕 你先松手 咱们好好说吧 你先 你先松手吧 你先 你先松手吧 小燕 咱们好好说 小燕 快去 好帅啊 怎么回事 叶总 我是贵公司聘醒来的市场部总监 跟你一样 是在这儿打工挣钱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你的手下 在背地里调查我 什么意思啊 都查到我以前老同事那儿去了 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究竟想干嘛 我派他去查你 别装了好吗 他都招了 想干嘛你就直说 是想整我还是想让我走的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怎么想 都歇菜 你们香港人战斗力根本不行 行 你家老头干嘛的 是小职员还是小商小财 好 我先告诉你 我病情是干嘛的 革命军人 最会打仗 叫小闭嘴 来 你很喜欢查人背景是吗 这点我比你再好 从今天开始 我会挖地三尺地查你 我不信你没有冒你了 还有你 威胁我 想从我这儿捞福利 好啊 从今天开始你的单子 别想从我面前过 有事请找你的靠山 看他能不能保你 来 给我一个解释吧 为什么把潘云的照片 发给我以前的同事 让他们去认证 你以为你们在公安局办案吗 赵总 有三点 第一点 我的确派他去查你了 叶总 他杀你呢 我没出信你派他 承认也没有关系 第二 我怀疑你在工作上处理不公 这直接影响了 我下属的工作表现 上一次你押掉汪涵的订单 把订单转到潘云的手中 虽然汪涵没有追究你 但是我还是要确保 没有下一次 你说 到底你跟潘云是什么关系 也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旧同事 一眼就看得出来 潘云就是你的女朋友 而你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一点 阿云 阿云 余总 辛苦你来一下叶总的办公室 有事找你 第三 我老爸是皇家警察 好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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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